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的3月18日,想跟大家讲一下财经新闻的解读 第一个想讲的是在这条影片的说明里面有一个连结去WhatsApp群组 容许我单向跟大家讲一下发布的信息 另外一个就是Bang软件的群组,容许网友互相讨论在讨论区里面 有兴趣的可以在说明里面连结进去 未来应该会搞一个线下的活动,就是去港交所的展览厅参观 现在正在安排,一有消息就会跟大家讲 有兴趣的都可以留言去表达,看看究竟有兴趣的人 大概会有多少 想讲回今天的财经新闻 最关心的,在频道这个节目最关心的 通常都是楼市,如果讲楼市就会多人看一些 其实楼市,我讲了很多次,一个大势形成了 是向下的,要去楼转就不是那么容易 我只不过在近段时间讲得多 2月28日财政预算案之后,可能会见到一个短底 跟着就会是横行,很多人就会觉得我骑牆 又说工又要,自由又要,说我转台 其实市况,应该跟我估计差不多 应该就是突然间有一批想投资收租的人 是会出来的,而且有一批人是对砖头是很… 很…有…很像宗教那样 即是有一个信仰在,又会入市 跟着呢,因为没有了那个BSD的时候 就会激活回那个换楼 以前换楼的时候,你那个成交不多 那个买卖差价就会扩大 还有呢,你究竟是先买后买呀 或者是先买后买呀 那些税那个安排呢,又令到很多人是犹豫 那就多了人是去买 那又…讲着… 2月28日,设立之后 到今天呢,现在买了的一手楼呢 是2623货,即短短那17日呢 就已经18日呢,已经去到2623货 是比由2020年1月到今天,都为高 那我想今转,是可以去到三四千货 那…因为在2021年的最高峰 都是说2610几货 那它隔几个月呢,有一个高位… 即是隔半年左右呢,就是一个高位 那这个,我觉得…上次… 正应该早两天,有个… 网台的主持,维伟就问我 那些很厉害,现在有三四千货 如果这样,今年新楼会不会卖到 三四万货,将那些… 积存,消耗了它呢? 我就觉得,不会啦 即是我觉得,如果卖到二万货,已经是很厉害 即是二万多货,因为大家不要常常以为 即是…比…短时间,那个多成交,是会冲击到 即是…会突然之间… 那些钱全部由银行涌出来去买 我觉得不会啦,因为在… 就算是讲90年代呢,那个… 即是…那个环境,即是大家对那个经济环境的 都在讲80年代,都是在卖二万货左右 已经是很顶绑 那…你说要去三四万货,我觉得不是时候啦 那个经济是未…逆转得那么厉害 那你看回最近… 因为昨天,卖的那个太风 那…都是卖得… 在说… 即是首轮,推336货出来卖 那…最后就卖得250货,是卖得76% 是比我的估计是低咯 先头我想这个盘,以这个价格… 应该会是… 即是由13000左右到17000左右 我想应该整个货会去完 没想过它会去…剩这么多单位 那另外,为何会是这样呢? 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就是… 因为它… 早那几天,就是被市传说 没有银行… 跟它做这个楼花按揭 那这个呢,就会令到有些人… 就会… 想… 想… 会不会… 那个发展商是不够实力 令到它完成到的项目 而银行不去跟它做按揭呢? 那… 这一个是… 有部分人可能会是这样想的 第二,就是说… 那… 同一时间,日出康城… 那个Season Space… 又推出来… 那它推出来呢… 那个… 赤价呢… 大概13000左右到… 17000左右都有… 因为1号、2号价单已经是推出… 那… 那… 这个呢… 又会是… 将一些注意力… 又会拉了它过去…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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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 就等市场告诉我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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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贏了,你当它升的时候,你又拿credit 当它跌的时候,你又赢了 其实我也说得很清晰的,我不是看好 如果看好,我就说是一个转世要入市 我经常说这是一个反弹 会在一个不短的时间里面是会横行 横行之后就要去看真真正正整个经济是怎样 经济是向好的,就有机会向上突破 再不行的时候,再跌穿2月28日的低位的时候 那其实又会向下走多十几二十个百分比 你说有没有机会出现,我觉得向下走再穿的机率 我到今天都是觉得比向上是高 那其实所有的判断都是讲基率,这是第一 还有第二,我是有机会错的 错了那一阵,就变成一浪高于一浪的时候 就变成一个上升轨 但是到今天,我也是觉得 由于升了大概接近二十年 那个回调,回到三五七年 其实是很常见的事情 不是一个不会发生的事情 那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机率的出现是高的 那我不会说百分之一百,我肯定 你跟我去这样做,不会错的 你会后悔,我不会去这样说 因为每一个人对买楼,他们自己有不同的考虑因素 你就算你自己盘数,算你自己盘账 就不要经常把我看中看错又有什么大问题 你自己有思考能力的 我只不过是讲我对这个市场的意见 我对我自己的荣誉,看对看错 没什么特别 因为我在里面那个叫做利益冲突 是差不多接近零 我又不是地产代理,我又不是靠agent 我又不是做按揭介绍 什么利害关系都没有 讲这些真实的市况成交 吃力不讨好更多 即是得罪发展商,得罪地产代理 但是我觉得是要讲市况给你听的时候 就讲实况给你听 这个就是讲楼市 那第二个想讲就是讲移民 那移民其实在过去那几年都没停过 就是看那个数字 就是这个强积金 就是拿回 因为我离开了香港了,要去拿回 那过去那五年 是每年有三万人是拿回 那去年就好像说 会有机会跌破三万 就是加上接近十七万多 就是过去那五年,就是过去那五年 就是过去那五年,就是二二年开始 就是过去那五年,二三年那二万 跌破三万宗 那加上有十七万多 是已经拿回 那其实那个数目不多 那很多人说两个东西 就是最官面堂皇的说话 就是为下一代好 所以就移民 那是不是对那个后一代是好呢 那就是后话 那但是呢 没有扔过上一代 因为很多上一代的人 两个做法的一就是 就算不适应外国生活都好 都跟着那些子女 就移民去外国 就是哪怕她是不懂英文的 她那个政治理念不同 生活习惯不到 那都要跟着那些子女 就移民外国 有些呢 就因为那些子女 走了去到机场 不是香港的机场 是去到对面 landing的机场 才给电话 家人是移民了 因为可能是曾经参与过 社会运动事件 不想走掉 走失一些风声 或者是 他们 希望保持低调一点 因为他们背着一些 叫做 社会事件的 要去报导 或者是 在那 叫做 控诉的阶段的时候 她就低调走 那我也见到很多 就是跟以前97年的移民 大来大鼓 就是富贵逼人那个年代 就是沈殿霞董彪的年代 移民好像众乐合彩那样去走 不是同一回事 那很多呢 就静静静静走 走了 走了 就留了一些长者 在那 那她 那她 我的亲戚都是 就是有些年老的 那之前 又有个女女婿 或者一些外孙 经常陪她 突然间没有了 是会有一个失落 都看到有少少 都是抑鬱的症状是出现 那其他朋友都是有这样 有些同事 移民了 带小朋友过去 香港有一份高薪厚职 不做 就过去外国 去做执仓 都有 那 对那帮长者 其实是挺大的影响 多了长者还抑鬱 还有自杀率是高了 那这个是移民 那带出来的问题 那又很有趣 因为很多移民那些 就很关心香港的经济 她关心香港的经济是什麽呢 就是想她死 想她死的时候 就证明自己 做这个决定是对的 那这些不仅是今天的心态 会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自己的中学同学 大专同学 1997那时移民 去了外国定居 那她也是有一个这样的心理 就是觉得 香港不会好 中国会崩溃的 你们留在香港是一个愚蠢的决定 好似龙珠里面的彼达 那样 你们这帮愚蠢的地球人 你们这帮愚蠢的香港人 你再留在香港 你就是死的等死的 有得走你不去走 那他们会有这样的看法 那我觉得 这个勇敢的心态 就很不得了 就是你移民 其实就应该要去融入当地的生活 去欣赏她的文化 那你离开了之前住的城市 你就不要跟她想那麽多了 就是等于你拍拖分手之后 不要再去那麽关心之前的女朋友 或者男朋友 她的生活觉得好和不好 已经跟你没有的关系 你没有理由 希望曾经跟你在一起的人 助纣她 要觉得很差 要去入监狱 要去横尸街头 不应该会是这样 就是等于你去了英国 去了其他地方 那我都没有理由去助纣你 你移民 你就要长春土难 你就要生活过得苦 你不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你都要去祝福她 希望她在另外一边 找到一些更好的生活 人就应该是要带有善意 不是应该那麽多一些 那麽负面的能量 因为这麽负面能量 最后就是回力标 是会重回自己 可能在金钱里面会重回自己 或者是在生活里面 家庭里面 有很多东西是会重回 那这个呢 我就希望大家移民的 就是真真正正去 投入当地的生活 如果你是想着为了逃避 我不在这个地方生活 希望在第二个地方生活 的时候是一个逃避 我就告诉你 大部份的情形 都不会像你那麽想 因为逢亲移民 其实都是艰辛 即是你说你香港 是在18层地獄 那可能有机会呢 是在外国 可能是19层的地獄 除非你是把你的心态 就是改变 很多人转工都是这样的 很不满现在的情形 觉得自己家公司 对他不好 怀才不遇 那希望呢 就是转第二份工 那对转份工呢 过完物月期之后呢 都是会不好 因为其实那个问题是 是他的那个 叫做心态问题 那讲心态问题呢 我就想讲 有一个日本人呢 就有一个叫做 叫做Ikiga I-K-I-G-A-I 就是讲的 如何过你的生活 就是Ikiga 就是讲的 那个生命 怎样觉得美好 是日本文 是一个日本人 就讲 叫做 对生活的 那个叫做 态度 那其实他就讲 你要分清楚 你喜欢什么 四个障限的 一个你喜欢什么 第二 世界需要什么 这个世界需要什么 第三 我擅长什么 第四 我可以得到什么 报酬 那如果 你只是 为了 报酬 和擅长 那是你职业 不是一种 使命 那如果 我喜欢什么 这个世界 又需要什么 那那个障限的 intersection 就是一个使命 如果是我 爱什么 我又擅长什么 这个是一个热情 那如果 世界 又需要得到什么 我又得到什么 报酬 这个是天职 只有四个 仗限 里面的 intersection 这个就是 人生的存在价值 就是如果 你好像 坚持出奇弹 那样 一个东西 是可以满足你 四个愿望的时候 这个就叫做 EKIGA 那就是 你已经找到 人生的存在价值 你又喜欢什么 你又喜欢什么 世界又需要你 跟着 你是你的擅长 你又得到 这个 报酬 那人生这个 才是 就是 你会觉得很开心 如果 只有钱 这个世界是需要 但是 你不喜欢做的 不是你想做的 那 没意思 有些 如果你拿到钱 你是擅长的 只不过 当它是一行的 职业 没有 热情的 没有 世界不喜欢的 那又是出现问题的 因为人家 没有一个叫做 存在感 唯有是 四个障碍 共同在 你才会去 找得到 真真正正 人生是如何 那要去达成 这个 EKIGA 其实有几个步骤 第一 就是说 你要去创造一些 小的目标 自己也是 就是 你说你想做 这一行的 领导者 或者是去做 这一件事 譬如我想做 培训的大师 我做一个 叫做 行业的 企业管理的大师 你就逐一逐一做 怎样去证明它 那你又 你又要 create small goals 你先踏一些目标 接着 你就计划 怎样去做 接着呢 就去创造一个 可以支持的系统 接着去测试 究竟行不行 那很多人呢 只得过港字 就是IBM International Big Mouth 大赢港 那 党完之后呢 就不会去做 那我自己 反过来我喜欢 逐步逐步去做 很有趣的 逐步逐步去做的时候呢 你就会 相对来说 有些 同理念的人呢 就会自自然来 黏着你 这个呢 我这几年 尤其是 就是 我之前 应该是十年前呢 我没有想过是 碰到 那么多博士 那么多 教育界的人 但是 当我 就是2014年开始 我打算 培训是一个大的市场 我可以将我的经验 和别人去分享 和别人去 去 告诉别人 那些经历 会是这样 可能令到你减少碰钉的 这个是我的初心 那去做的时候 不介意 无常 去出席一些活动 或者是去推广一些东西 跟着到后来 又有常开始 逐步逐步慢慢去建立 写书 去逐步逐步去推进的时候 你会见到有 来自四方八面的人 是会跟你 连上 那跟着呢 你会去 如果你再更加主动 去出席一些活动的时候 你和他有交流的时候 无端端又会有些东西 是会谈到出来 是变成一些生意 或者是聚到一些 可以盈利的东西 那这些就是 人制那么有趣 那之前都有一批人 和自己走得很迷 但是后来的理念不同 他的理念就是说 我要成立一个会 我成立一个会的目的 就是什么呢 原来就是在会员里面 就去拿着素 千方百计 什么都要计钱 印张卡片又去计钱 那些 参加活动又要很贵 那其实呢 在他的角度 可能很成功 因为他站在去赚钱的角度 是厉害得不得了 但是 那些人慢慢就是离弃他 为什么离弃他呢 因为觉得 我给你赚了这么多年 好处 只得有你赢 没有我赢的时候 就走咯 那这个呢 就是说的是那个初心 就是 很多 好像这个频道那样 都是 如果我是 怀着打你们好处的主意的时候 我想 人数订阅呢 是不是上升咯 应该是下跌咯 那 这个就是说的是 你 deliver了什么 message 出来 人怎么去接收 他怎么去看你 是一个 人切 那这个人切 是 刻意 去 骗你 就是 我是只不过一个演员 来的 我说的东西 是一些对白 是令到你会相信我 还是 我发自内心 我跟你说 我去share 我根本现在没有去想过 动力一分一毫的 两样东西 我觉得那些受众 是会感受到的 你的语调 你的神态 他会感受到 即是是不是一个 是一个叫做 synchronize 即是是不是 那个frequency 是同步 是会感应得到的 即是我觉得 你这个人是不是真心 好像忠言好声音那样 你讲的 你唱那首歌 你能否令到我有共鸣 即是等跟我说的话 能否令到你有共鸣 我想你会是知道 那 所以 就是那个团体 就是为什么会 曾经我也介绍过 不少的人进去 接着现在很多 最后来都是离开 原因就是什么 看得到他们的动机 就是说你不是帮我 根本你是为自己去脸财的时候 那些人就离去而去 那 这个呢 是一个事件 或者是一个团体 令我引以为监 我觉得 你要回复你的初心 那你去赚钱 无可口非 你是否给到一个 叫做超值的 产品 或者是体验它呢 如果是有的时候 它就会是心甘情愿 就是去给钱你 那 早两天 很有趣 我想看到网上有两个访问 一个就是郭少云 就是说他在疫情的时候 转了去做直播带科 那我看到他做得很开心的 跟那些年轻的团队 一起令到自己的年龄更年轻了 又去很爱学东西 去学普通话 那 创了一个新的天地 那另一个呢 就是谭永伦 南永伦先生 就在五重行那个 还有你周国锋那个台 那个平台里面唱歌 那他拿着一支麦克 自己不舍得走 唱三个钟 那看得到他很开心 很享受那几个钟 是一些人 你根本如果是计较的时候 他那两三个钟 如果要去卖钱 差不多是一个演唱会 那他是无私说回这么多年的东西 教别人歌唱技巧 每一首歌的东西 那这些你会看到 是一个人的那个心 就是你说他 为什么会红得这么久 为什么他在最辉煌的时候 那时候差不多开这么多场的演唱会 破了纪录 不是没有原因 就是做事的方法 是很聪明的 跟着对外人接密 亦都是令到很多人的感受 是满意 或者是很舒服的 这些是很难做的 那亦都他说了一句 就是很有趣的 他说他想说给大家听 他在舞台上面就是一个歌星 但是下了台之后 他是普通人 他要愿意做一个人 那所以为什么他要到处去吃东西 根本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 他不想永远做神 那这些是一个很清晰的人 因为很多是人 就是当他有小小粉丝的时候 就飘飘然 就觉得自己是神 说什么都对 就是要耍大牌 那有些人就不是了 那你做了七十多年的人 都是贯彻的 这些就是修养 那这些是值得大家去学习 就算是政治理念不同 但是这些当人处世的 都是值得大家去学习 今天想讲的就是 最后来讲的 大家可以聊一聊 有兴趣的就可以 看一看什么叫做 今天想讲的就是这么多 有什么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